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天见就更加幸福 要是能说好久不见就更加更加幸福了 阿摩觉得幸福是什么呢? 这里用了几个不同的词语 再会 改天见 好久不见 都是在表达希望还会见面 但程度是不一样的 再会表示希望以后还会见面 但时间是不清楚的 改天见就是把见面的机会变大了 我们一定会见到 但具体那天不确定 所以说改天见 而好久不见是再次见面的时候说的话 是希望的事情达成了 再会 改天见 好久不见这几个词语 代表的含义在逐步加深 幸福感也在加深 阿摩用了这几个简单的日常用语 说出了自己对幸福的理解 而且很有画面感 除了上面的词语 我们还能从什么地方看到阿摩的幸福呢 我们看到在幸福前面 加了不同的修士语 是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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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词在程度上不断递进 说明作者的幸福程度也在加深 正好对应前面说到的 希望见面这三种状态 而且这样读起来更有节奏感了 你看 在描述对幸福的理解时 我们可以用几个简单的词语来概括 可以是日常的一句问候 或者一个开心的画面 而且在写作时 可以用三个短句子 加上不同的修士语 这样就更有节奏感了 当你在写作时 需要描写自己的幸福 开心的时刻时 就可以灵活地运用这条素材了 比如 我们可以这样写 只要能在写完作业后 玩半个小时乐高 就是幸福 如果能一边玩乐高 一边吃零食 就更加幸福 要是不限制玩乐高的时间 就超级超级幸福了 同样的表达 也可以用在受到老师表扬时 比如 在课堂上 只要能听见老师说 很棒 我就很开心 如果能说 你太优秀了 就更加开心 要是能听见 下次还有你来做 就非常非常开心了 这样的描写 你学会了吗 最后请你完成课程小演练 描写一下 自己感到幸福的时刻吧 请你仔细想一想 过春节时 感到幸福的事情 用上简单的句子 和表现递进关系的修饰语 把你的幸福 分享给大家吧 恭喜你 你已经学会了 从简单地写自己的幸福 慢慢过渡到 用修饰语 和有节奏的异图句子 来表达自己的幸福了 是不是应该为自己鼓鼓掌呢 加油 只要坚持学习 你会越来越棒哦 我们明天见